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3年2月18日 朗宝进后来比锡 周六晚上得甲战火重燃 其中沃尔夫斯堡与RB来比锡短兵相接 双方近况均不胜乐观 尽管RB来比锡排名更高 但他们客场胜率远不及主场 两队金扑大概率握手言和 沃尔夫斯堡本赛季目前排名较上季进步明显 跻身了中上游行列 不过从他们得甲赛季过程来看 球队起伏曲线相当明显 开季他们前五轮移胜难球 进入十月后原地起飞 3比2逆转时特加开始连续十轮不败 期间迎足七场 包括一波六连胜 尤其在世界杯结束后沃尔夫斯堡连续斩获二轮大胜 期间军场攻入55球之多 状态令人惊喜 所谓圣级必衰 沃尔夫斯堡随后三丈各项赛事全部隐恨 直到上轮面对10号克林寺才护交白卷拿到一分 经历波风后的沃尔夫斯堡如今处于低谷棋 球队状态难言理想 虽然队内多位攻击守经济均有建树 但攻击点分散的他们缺少能打破僵局的巨星球员 沃尔夫斯堡最近一次主场出战虽然不敌败人 但马迪亚斯史云堡等球员还是延续了一定的竞技状态 经扑面对上轮失利的阿比莱比锡来袭 沃尔夫斯堡主场有望守住一场合局 阵容方面 中场K伯尼迪斯因伤缺阵 阿比莱比锡过去多个赛季一直拥有一定冲冠能力 本赛季由于柏林连等竞争对手的崛起 导致球队在二十轮过后才排名第五 前四的位置仍然需要争取 回顾阿比莱比锡经济联赛走势 与沃尔夫斯堡却有相似之处 开局低迷后爆发了十场左右 最近二轮他们又再次连续失分 虽然上轮输给排名更高的柏林连勤有可原 但最近一次客战被科隆破合还是有些失水准 阿比莱比锡经济得假赛是主场胜率高达七成 但客场胜率仅有三成 客战信心不足的特点表露无疑 即使经铺挑战主场胜率仅有44.44%的沃尔夫斯堡 阿比莱比锡 亦恐怕只能争取客场带走一分 阵容方面 门江古拉斯 后卫艾度迪亚路和前锋丹尼奥莫商缺 感谢你的收听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